庞娟到底是什么人会如此厉害 他是当今海内骑人鬼谷子的弟子 精通韬略 属陷兵法 但我骑国目前尚有一人 可以对付庞娟 此乃何人 庞娟的师弟 孙 斌 战国之争时乃人才之争 然而可以对付庞娟的孙斌 此时正在遭受非人折磨 他的师兄庞娟因为极度他的才能 用计将他骗到魏国 不仅挖了他的膝盖骨让他残废 还将他丢到猪圈里自生自灭 孙斌为了保命只能装疯卖傻 甚至不惜吃猪粪 这一招之前的岳王勾建后世的燕王朱棣都用不 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但庞娟并未对孙斌的行为掉以轻心 依旧每天都对他的行为严加看管 他始终不相信比自己聪明的师弟会变傻 齐威王得知孙斌疯了的消息之后相当惋惜 他非常赏识孙斌的才能 如果孙斌死了便无人可以对付庞娟了 那么齐国即将遭殃 齐威王于是派遣大将田记前往魏国打探虚实 然而田记的到来并未改变孙斌的状况 反而加重了庞娟对孙斌的猜疑 他听说田记擅长射箭 便要求和田记比剑法 而剑法就是孙斌 庞娟的意图相当高明 如果田记故意不射或者射不中 那么极有可能是为孙斌而来 如果射中 正好可以试探孙斌是否装疯 甚至可以借机铲除孙斌 田记也看出了庞娟的意图 但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只能瞄准孙斌射去 这一剑正好射中孙斌残废的小腿 孙斌忍着钻心的疼痛一声不吭 还拿着剑阻把玩起来 这下让庞娟彻底放心起来 还未等庞娟拉弓 田记便赶忙吩咐随从将孙斌带了下去 庞将军 此人为我所伤 待在下命人给他取剑疗伤之后 立刻送还佛中 田记也趁此机会暗中将孙斌送往齐国 等庞娟反应过来才发现毁之晚矣 虎口脱险的孙斌终于回到母国齐国 被囚贤若渴的齐威王败为军师 并许诺为他复仇 回想起昔日庞娟发下的誓言 庞娟今日 愿用自己的血来洗事 今生若是有负于孙斌 来日必乱箭穿身 鲜血流肝而死 孙斌又想起庞娟对他所做的一切 心中发誓要将这一切耻辱挽回 他要让庞娟为他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当齐威王问他需要什么赏赐的时候 孙斌居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请代王赐下沉公女发明